其實現場我剛才看到K2023的街坊在這裏 黃先生你會不會出來說一下 我們規劃了你原本的店舖的位置 會不會你說兩句 你還拿著K2023 你原本在哪裏 我原本拿K2022 我原本在K2022裏做花牌 韓國樓在那裏做 那裏大概有幾千多尺 那裏怎麼會去韓國樓呢 因為舊區和租金便宜 舊區適合我們做花牌 因為花牌也有十多尺長 適合我們上落用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那裏 地方大和租金連結 我們花牌的行業 香港就不是很多間 現在市區來說也只有兩間 這樣就變成佔用空間大 可以安置我們的物件 那其實我們都是和街坊是很有聯繫的 就是一個沒有了一個街坊的時候 我們的街坊來說 一定是有一個困難的 就是街坊來說 每一個市民是很容易接觸到的 你好 你好 還有就是 所謂的網絡上 是怎樣可以形成呢 就是一個需求一個供應 這樣形成一個有而上的發展 還有信任態度來講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這樣 我們一個社區網絡 不是說一兩年之間 是可以發展到的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也都不是按短時間之間的成立到的 那街坊是供應了 小商店供應了 就是不同貨品 就不是說集團式 一樣的貨品去供應給大家 還有人物上的交流 是非常之容易和處理的 有什麼方法 郭偉先生 我是 我 我 生存保 二十 K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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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十三的 成建居民 我是商鋪的 那他生存 我現在都沒有做 變成失業了 那我就是 一定要 要求 要求 一個 老人老 團員 如果團員 他的話 我現在 我都還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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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失業 現在變成政府 來做我 現在失業 我 我最 的現場 是很不滿 我一定要 支持這家的公安 這個 民間 民間 開發的公安 我的 要求 樓 換樓 捕捕捕 一定要 使用我的生活 一定 變成舊事 不會 現在變成流民 我的要求 就是這樣 多謝 K20至23的街坊 那 再 簡單說一次 我們今天在這裡 是一個基層主屋 民間規劃 律談 那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因為防業的總部 就在我後面的 世貿中心的樓上 那 防業在上個月 公佈了一個 深水埗重建地盤的 貢宅的一個規劃方案 但在它公佈這個方案之前 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深水埗的順寧道 床建區的關節組的街坊 已經是 向了一千個居民的意願 去設計了一個 深水埗居民自主規劃方案 那在裡面 會建一些公屋居屋去 令到 舊區的街坊 可以住在原區的 那也是 照顧了深水埗區街坊的意願 但相比起之下 防協就是在一個 沒有諮詢的情況下 自己做了自己的豪宅方案 而且是三百萬一層單位 他夠膽說是上車盤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表達我們的憤怒 有幾個的基層團體 包括同根社 海外基層住屋聯盟 FM01 社分文化關注 H15關注組 自治八樓 還有順利序重建關注組的朋友 是在這裡的 那 我想問一問 其實現在呢 因為我們的論壇已經開始了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了 那 就想問一問 現場還有沒有參加的朋友 你們是想去補達一些意見的 那 剛才 是不是有一位叫Philip的 有一位 哇 街街坊 哇 街的舊區的街坊 曾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最後衝刺 說回兩句 說開一些民間規劃 說說市區重建 有沒有聽過灣仔呢 就是 三百尺 可以買到六百萬的驚人價錢的 但是我們灣仔的街坊呢 其實經過很多的 市區重建的洗禮 他們已經很精明很厲害的 那就是說 發展稿 不是 發展商 起樓賺錢 無可口徽 但是原來這個項目呢 是市區重建的項目 而市區重建 為何要將灣仔的樓價 推到一萬六元一呎呢 那如果發展商賣一萬元一呎 都好像很著數了我們 為何要是由市區重建 將市區的地方去樓價推到這麼多 我們灣仔的街坊 受重建之後 是完全沒有辦法 再可以在灣仔繼續生活 繼續留下來 因為我們的灣仔的街坊 已經被市區重建趕出了這個區裏面 我們就算對這個地區 多有深厚的感情 都能讓我們去 繼續去這個地區裏面 去摘根去繼續生活 我想其他的地區 一樣是受到這個市區重建的打壓 令到我們失去我們自己的社區 我希望市區重建的 真是好好去反省 市區重建 是為什麽要市區重建 為什麽人去市區重建 謝謝秀萍 韓先生 我們今天已經開始了很久 大家剛才一起搭電車 一路遊行過來 非常之開心 因為剛才那個市民 現在不見了 會不會再有人想說話 或者我們會不會叫兩句口號 我們可能都要準備 預備結束今天的活動 我們再按個開口號 美麗先生 按個開口號 抗衛基層住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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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民間綜合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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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衛基層住屋權 支持民間綜合發展方案 抗議防協豪宅方案 抗議真豪宅假上車 綁固深水埗街坊議員 綁固民間規劃方案 農事基層住屋權 事業家劇貧富圓船 經濟 經濟 經世製民 發展 發展 利民發展 城市規劃民主化 捍衛基層住屋權 今天從下午兩點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很高興不同的朋友來捍衛基層住屋權 希望我們以後會有更多的民間社會合作 我們暫時就結束了 希望大家日後可以再多思考關於民間規劃 重斷我們市民的自主權的問題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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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